接着看到也是跟交通相关 新北市的新海桥 这也是连接板桥 还有新庄的重要桥梁 但最近有机车骑士发现了 桥梁的伸缩缝 疑似不平整 所以经过这个路面的时候 都会有很明显的弹跳感 但如果再遇到了下雨天 恐怕就容易酿成事故 开车上新海桥 双向桥梁 仅仅只能容纳各一个车辆的宽度 再要勉强一点 就是机车可以并行 但都相当危险 过去新海桥 就发生过不少重大的交通事故 现在又加上弹跳的路面 更是显向还生 新海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透过每个月 委托厂商去做一个巡查 发现新庄往板桥 靠近我们板桥端 编号P15道的伸缩缝 它有一些损坏的状况 需要来更新 就明天晚上的10点 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 我们新海桥新庄 往板桥方向会做封闭 来做P15伸缩缝的更新 到时候请我们用路人 提前改由大岸桥来通行 我们改完以后 隔天早上6点前 一定会复通车 根据新北市公务局 委外的巡查单位发现 新海桥疑似伸缩缝的间隙过大 加上行驶重车频繁 让相接的两块伸缩缝机构 产生了不平整 已经决定要尽快完成改善 避免用路人发生危险 早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 以汽车来做一个通行 目前因为重机机车的路权 也慢慢的提升 为了这样的一个用路安全 所以不管是止滑 或者是伸缩缝的一个平整度 都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关注的对象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厂商 在做相关的一个例行巡查里面 这样的一个伸缩缝的一个状况 要一个第一时间的掌握 来回报我们 那必要时候 我们就会赶快来做一个处理 预计夜间的施工 已经在警铃的几处路口 架慎明显的告示牌 将会从晚间的10点 开始进行伸缩缝改善工程 希望敢在民众白天用路前 修缮完毕 请不吝点赞工程